嗨 大家好 我是美 歡迎來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今天要和你們分享的是徒手無需協材 大家就可以做的10分鐘撕裂者腹肌運動 我知道美已經很久沒有更新啦 那這組運動比較特別的是 我會在較難的動作附上Level1 較適合初中接者的版本 那很多動作中間是不休息的 那我們就來挑戰看看吧 Let's go 那這組10分鐘的腹肌運動 總共有16個動作 每個動作30秒的時間 第一個動作四重式 我們先握躺在瑜伽墊上 雙腳呈現約90度的彎曲 那將我們的手和對邊的腳 同時的延伸並下降 在下降的同時可以放慢速度 感受到腹部核心的發力 這是一個很好的喚醒核心的動作 這是一個很好的喚醒核心的動作 大約數4秒的時間 1、2、3、4 拉起 那要注意這時候我們的背部要緊貼著地面 下一個動作還是不休息 我們來做空中的踢腿 那在做空中踢腿的時候 一樣讓我們的背部下壓緊貼著地面 多感受到下腹部的發力 還有10秒的時間 加油 已經感覺到腹部的炸裂了 最後3、2、1 還沒有休息 直接接著是反向的捲腹 讓我們的兩腿彎曲 靠近胸口處 接著直接延伸出去 那如果你是初階的朋友 你可以往45度角的高度延伸 這個回合的最後一個動作是針對上腹部的捲腹 我們胸口微微的起來 讓我們的手肘是可以靠近我們的膝蓋 往下降落的時候慢速控制 加油堅持下去你可以的 非常好 讓我們休息30秒的時間 下一個動作我們會做side to side的仰臥的抬腿 所以比起一般的仰臥抬腿 我們會做連流的往左往右 向下的降落並拉起 最後3、2、1 一樣不休息 用我們的手肘 卻靠近我們彎曲的對向腳的膝蓋 這個回合我們主要鍛鍊到的是我們的側腹肌群 儘可能的讓我們的肩順是放鬆的 胸口離地 接下來我們兩手合攏 左輪流的上腹部的捲腹 往左往右的 靠近我們的大腿的膝蓋處 上腹部快炸裂了我知道 非常好 休息30秒的時間 接下來我們會讓身體呈現一個V字型 那如果你是進階的朋友 你可以讓你的雙腿離開瑜伽墊 那如果你是Level1的朋友 你的腿可以輕輕地觸碰到地面 並讓你的上身是往後傾的 身體呈現不穩定的狀態 同時我們的雙手做下壓的動作 最後的5秒 3 2 1 很好 來我們不休息 讓我們的雙手抱頭 用手肘去靠近彎曲的對邊腳的膝蓋 這是一個比較高難度的動作 如果你做不到的話 沒關係 我們的雙腿碰到地面 直接做旋轉 緊接著我們維持在坐姿 做左右的捲腹 在做捲腹的時候 多感受到我們側腹部的沿線 並將我們的雙腿 往胸口去靠近 最後3 2 1 很好 休息30秒的時間 接下來給我一個基本的平板支撐 那我們會做軸身的平板 讓我們的背部盡量呈現一個桌子一樣的穩固 腰部不要下沉 停在這邊30秒的時間 來最後的5秒 3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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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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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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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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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 2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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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 2 2 3 2 2 3 3 2 3 2 3 4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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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個動作 我們將做的是海豚式跟開合跳的組合動作 將屁股推高並直接往外跳 屁股推高的時候你會感覺到手臂肩膀的發力 堅持下去 只剩下5秒了 3 2 1 恭喜你完成這個回合 待會我們會接一點伸展的部分 那我們在上犬式的一個姿勢可以左右的扭一扭並來到嬰兒式 再度回到象犬式左右的扭一扭延伸一下我們的腹肌來到嬰兒式 接下來踩四足跪姿 將我們的背部下凹並拱起 像一個貓在伸懶腰一樣回來的時候吐氣 接著將我們的手穿過身體 並向側的展開 我們一邊做兩個環邊 感謝今天的自己 感謝今天的努力 做完之後真的有腹肌燃燒神清氣爽的感覺 大家就是和我一樣中間一度很想要直接跳走 我其實心裡也是這樣子OS的 那我覺得如果你能完成這一回合的話 真的非常的厲害 給你一個掌聲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完成了 出手 給我 出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